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河口有雙溪鬥士 潘土瑜 然後大家聽到潘土瑜這個字 他們在土地上可以很快速爬線 然後在水中在土地上都可以沖沖 然後把他想像厲害一點 就像是長了四隻腳的蠢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潘土瑜他的 很奇特的生命構造 潘土瑜他的眼睛跟一般的眼淚是 一般眼淚他的眼睛沒有辦法伸進去就說出來 那伸進去就像這樣 可是潘土瑜為了在土地上生存 他的眼睛要保持溼溫 所以呢他有一個特別誤導 是他眼睛可以這樣子 然後他眼睛乾的時候 他可以把它縮進去 然後再這樣做 因為你知道魚沒有眼睛 可是他如果在戶外的話 眼睛可能最後這樣放在溼溫他 然後潘土瑜為了適應在土地上的生活 他們也需要養氣 所以他們可以利用皮膚 來當作另外一個交換空氣的一個細管這樣子 然後他的皮膚必須實時保持溼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地上很多潘土瑜 都是一直在打的 那就是為了讓他們的皮膚很溫溫 還可以有效的交換平行 然後潘土瑜他在泥潭中其實也是很危險 因為泥潭中常常有一些水鳥之類的 他們必須要有保護色才可以確保自己 不會這麼容易被發現 所以大多數的潘土瑜都是用 跟泥地差不多的顏色 然後潘土瑜為了可以順利在 在陸地上做行動 他們的胸脊還有腹脊 還有腹脊是有刻畫過的 不像一般魚類 只有魚類 他們的腹脊跟腹脊 都是肉化的腹脊 他們行進的時候 會先把他們的腹脊頂出來 然後再用腹脊 就有點類似村莞上的作用 然後他們有很多很優勢的生活方式 像是這隻是大潘土瑜 他想要吸引其他配偶的時候 他就會把他的背脊整個張得開 然後遇到其他的競爭對手 他們會張開大嘴巴 會臉比較好笑 所以他們怎麼吃食物 他們吃食物很特別 就是像我們嘴巴張開 手拿的中間就直接 他們是嘴巴張開貼著地板上 然後像拖地一樣 往前往前往前 有點像是吸塵器的吃法 然後 潘土瑜小腳趾其實在泥衣上 沒有說特別明顯 所以他們為了讓其他的配偶看到他們 他們會高高的彈齒 然後像這隻大潘土瑜他很厲害 他的彈齒的高度最高 可以差不多到50公分 然後這是我的大潘土瑜 小寶 就是講述一些彈塗魚的恩類 還有幾個台灣比較常見的彈塗魚 那彈塗魚他其實是從貝爾加古亞科這邊分下來 有一個彈塗魚主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到台灣一個常見的彈塗魚 是屬於彈塗魚 屬於大彈塗魚 屬於大彈塗魚 還有清彈的物質 剛才講到彈塗魚 他體長差不多10公分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 然後他的身體呈晃爽 然後可以很清楚分辨他的就是 他身體周遭都有一些 橘色灰白色的地 然後他是雜食類動物 他通常都會是一些微細藻類的昆蟲 微細藻類就是一些單細胞的肚肉藻類 然後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他們到底有吃昆蟲 昆蟲不是都在天上飛來飛去嗎 可是他其實吃昆蟲是有些昆蟲會 滋滋滋然後塗在泥地上 然後就等他不注意的時候 他就快 哇! 蹲下來去這樣子 可是他們其實不會 從跳起來吃昆蟲那麼厲害 然後他的別名也有像是 石跳斬、蟻蟲、花跳、幹斬 然後接下來講到是大彈塗魚 大彈塗魚算是 台灣彈塗魚中比較大型的 他最大跌下如果長這樣就10公分 他有很明顯的特徵就是 他身體周遭都有藍色的心點 然後他是草食性的 是吃維繫草類 明明有花跳、花條、心點檀 接下來是銀生檀魚 這個在台灣比較少見一些 是長到這種18公分的 他最特別的特徵就是 他背脊上有一條可以顯 還有綜向、白色的條路 然後他是肉食性 他會吃昆蟲或是駝蟲的 也就是小型的一些 接下來是金彈塗魚 大星彈 他們兩個有一個很類似的特徵就是 他們的背脊是 收起來都是一根長角的 一根就是在地上 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金彈塗魚 他們只有14公分 他實際是細長線草 或是金彈塗魚 然後可以分辨他的一個特徵就是 他身體後段有縱向的黑色條路 然後接下來是大星彈塗魚 他比青彈塗魚還要再大一些 然後 一樣的特徵就是 背脊有一個高高支起來的 然後其他的資料 因為還不太充足 所以沒有放棄 接下來有講到一些 剛剛講到產品的一些食物 這是細長 它就是 大多數的細長是單細胞的 然後 它的細胞 細胞異 有些是有細的形成 所以它的 形狀 種類非常多 接下來就是多毛類 多毛類 多毛類是 環節洞空下面的一個肛 然後 常見多毛類 大家聽過了 有沙殘 然後 腦族類 腦族類是小型的 角色列動物 大家最常見的就是 睡著 實驗之後 算過他們的心動 對 這樣子 然後 最後是我的 餐廳資料 那種片 這樣 我很好奇 它的反映下一代的方法 它也是體外受精 你就會噴出來 嗯 所以它有回到水裡在噴嗎 他們是會在洞 他們的洞穴 裡面 他們洞穴 對 痰 他們通 痰 痰 痰 然後你放進去 這很酷欸 還沒有要怎麼進去 大家都寫個前進去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 然後你本身就寫進去 就是躺著動作 對對對 然後你就是可以 比方說同樣是在村口 那可能早上他們的洞會反正要注意 是失調的 所以他們先歪一些 我覺得反而如果他的資料沒有人 那你可以多跟 已經有個資料做一個比較 然後就順便再把它連到 尾山那一個板去 對 互相上後 對就是你可以互相連連 你自己也到這邊很多了 就丟進去他了 剛剛講到的這個動線啊 就是丁丁招 招潮蟹 欸你可以注意看招潮蟹的可能是 直條喔 我都把招潮蟹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就 然後我們回家一切 對就是你可以 點到旁邊 就是他 看他 對啊 我有好奇他好吃嗎 欸對不起 好吃 好吃 可以油炸啊 好吃嗎 可以油炸啊 很酥喔 這是各種料理方法 就是台南的特設備食物 我就是吃餐廳一回 就是跳什麼 花跳 歐挑 花跳 花跳 花跳對不對 就花跳啊 你推薦養殖的還是野生的 所以比較Q彈 因為我覺得像講會講招沛或是 火招關都市 或是那個動物學會比講分類來的理智 對啊 一個分類 那我們來擦 一個分類就是放著 然後如果有人在那邊放給你 對 我覺得他不會是理智高掌 然後如果你 可能前面的東西你可能笑 好